這次要回台灣工作 主持NEO新聞的抱抱節 緊張 現在是早上9點43分 我等一下要坐12點15分的飛機 其實我今天早上7點半就已經到機場了 因為我們家附近的巴士 只有7點半到機場飛班 要是錯過的話 只要坐電車 可是因為電車這個時間是上班通勤時間 超級擠 我不想跟那些上班族在那裡擠來擠去 還會被他們蹬 因為我帶一個心理想 然後我現在就坐在機場的共用空間 一直在這裡剪片 然後跟你們說 這次坐飛機我是坐長榮 因為是NEO新聞幫我買的機票 如果是我自己買的話 我一定都坐廉價航空 所以這次有長榮坐 超級開心耶 這次是NEO新聞呢 是Crystal還有喬喬找我 謝謝你們跟我對稿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禮拜天見 禮拜天見 拜拜 喔 喔 換我了這麼長啊 你就簡單講一下就好了啦 二樓還有小畫廊 可以參觀 今天也許都來自尊典的 你也唱一份尊典了吧 我現在已經在休息室了 雖然說休息室其實就是一個在舞台旁邊 這樣小小的上頭 他們剛才還給我一個手卡 畫的內容跟流程 都寫在上面很貼心耶 但是發展不會很大吧 今天的鞋子 就是洋裝還有上面的毛衣 跟我現在戴的這個耳環 都是土坡太太借我的 謝謝太太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儀佩 哈囉 我是今天主持人Ru醬 大家好 好我想要問一下 Ru醬什麼風可以把你給吹來 就是我也要這次慶祝 Hello Kitty啊 跟寶寶姐 才是特製回頭來 因為我自己已經看NEO新聞非常久 是他們大粉絲 大FAN就對了 對 超級大粉絲 謝謝宜霈今天陪我主持 謝謝 好感人喔 好感人喔 每次遇到他有超來自 第一個很好 dances 第二個很好聊天 第三個很會跳舞就是真的 好咕嗨喔 對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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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宜霈 謝謝宜霈 我好多喔 謝謝你 我要抱一下抱抱姐 謝謝 妳這樣拍是要抱嗎 謝謝喬喬 謝謝 謝謝你 還有妳超美的啦 大家好 我是瑩瑩在機場了 現在要準備大飛機回日本了 我來講一下這次的感想 這次是我第一次主持 然後非常幸運的是跟吳一佩一起 那吳一佩跟我不一樣 他是非常非常專業的主持人嘛 其實到場之後他就跟我講很多事情 然後教我說等一下可以怎麼做 其實我覺得很感激耶 因為一個藝人他願意去教一個 還什麼都不會的人 然後很願意幫助我 就是我覺得很感動 然後也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前輩 然後很願意照顧後輩的人 真的上台之後他真的也就像他講的 會丟球給我 然後很明顯是哪邊有應該要說話 每次只要主持完一下台 他就會跟我說 你剛才那邊可以怎麼講 還是剛才那邊怎麼做會比較好 我真的覺得他很照顧我 所以真的很感謝 也很感謝尤星文他們給我這次的機會 因為我就是第一次主持嘛 我相信主辦單位一定比我還要緊張 怕我把活動搞砸了 可是他們卻願意相信一個沒有主持經驗的我 其實他們真的很用心很仔細 我最後聽到3DO的人出來致死就說 他們是第一次這樣跟台灣的媒體合作 那我聽了很感動 一個台灣的新興媒體產業 然後跟3DO一個比較傳統 然後非常知名的企業能夠合作 就覺得彼此能夠搭建起這個橋樑 還蠻感動的 希望之後可以有更多這種台式的合作啊 然後我也很感謝我的頻道觀眾啊 還是沒有看頻道 但是有follow我的其他文字 blog之類的人 有來欣賞看我 我真的太難欣賞我的感覺 但是很感動 因為我真的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來 以為大家都是來看歌頌的這樣 就這樣呢 謝謝大家 沒有辦法來這裡沒關係 謝謝你們都會傳信息給我 跟我說加油 我都有看到 最後我真的最感謝的人 就是我的家人 我的媽媽跟妹妹他們不到現場來看我 還從頭到尾在那邊站了4個小時以上 雖然我每個嘴上邊抱怨 但是他還是很愛我 從頭站到尾還會幫我錄影 長得很像我得了什麼大獎 其實也沒一點 就是一個主持經驗這樣 但是這次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經驗 那謝謝跟這件事情有關的所有大家 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 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 お祭り気分でいけばいい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 悪い事起きても 気持ちを切り替えれば 人生は楽しくなるよ 嘘じゃないから 窮屈なプライドは透けちゃえばいい それだけで何でもできる それだけで何でもできる ああ 願うでいい 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 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 お祭り気分でいけばいい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 君と終わらない夢を語ろう この腕に抱えきれないほど 大きく未来は膨らんで 僕達の可能性は無限 お祭り気分でいけばいい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 この時が大切で あなたを楽しんでいる 今日この時が大切だ